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发明家的思维 看完这视频你就知道了 视频中的原理在座的各位都看得明白吧 一个电机带动飞轮转 通过连杆拽着活塞在钢套内做往复运动 这头有两个阀门 一个吸入阀一个送出阀 两个阀门开启方向是对立的 一个储内一个仰外 在阀门两头各安装一条水管通往上下两个水池 活塞往这边运动时 这头枪是内部形成了一个负压区 在大气压的作用下 下面的水会顶开这个阀门盖子进入枪室内 等这边飞轮又推着活塞往回走的时候 下方这个阀门会在水流往下推时而关闭 而上面这个阀门会在水压下被顶开 水顺着阀门流动到上方 在活塞反复运动下带动液体游下而上的一个流动过程 注意哈 重点来咯 在电机与飞轮转速不变的情况下 还是用这个活塞与钢套 你要怎么改进才能让它抽水的效率提升一倍 答案就是 在钢套另一头再增加两个一样的阀门接两条管道 让它形成两个枪式 活塞往复运动都能做工 就如视频中这样 活塞由原来的单冲城做工变成现在的双冲城做工 我们不妨假设把这种往复水泵用在我们农村的摇水井中 认真注意看哦 这边是入口连接井底 上面是出口 活塞往复上下运动都在做工 就这样在同样的速度下 出水量是不是比以前增加了一倍 发生了一倍 想起来